都说美国这个国家像公司也确实如此 在特朗普的其功业上 本王和CEO中间是UFC总裁白大拿任CMO 马斯克是CTO 毫无疑问 马斯克是特朗普赢下2024美国大选的重要功臣 那么作为榜一大哥 他的商业帝国将会获得哪些回报 就在特朗普胜选当天 特斯拉的股价首涨14.75% 市值一夜打涨1190亿美元 老马的财富猛增209亿美元 进一步巩固了其全球首富的地位 而在这场史上最烧钱的美国大选中 马斯克更投入了至少1.32亿美元 在获胜影响中 特朗普三分钟提了11次马斯克名字 称马斯克是一个新星和超级天才 老马也十分识趣 在XP台上刷起了大火箭 别看现在两人好的跟亲兄弟一样 在那之前可是水火不相容 在川普第一次竞选中动时 马斯克还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2017年 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时 马斯克对此强烈反对 随后退出了特朗普的顾问委员会 当时的特朗普政府 在移民政策上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措施 而马斯克一向主张开放移民 特别是针对科技人才的引进 今年7月 美国总统大选还在提名阶段 特朗普在宴朗中发誓 他将在商人首日 就终结电动汽车政策 趁此去可以挽救正在走向 毁灭的美国汽车产业 并给美国消费者的每辆汽车 结设成千上万美元 在电动汽车政策方面 特朗普一直以来都是反对性能源 主张利用好美国的石油资源 做好传统汽车制造业 至于环保 则被特朗普抛到了脑后 后来 因为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原因 马斯克与民主党决裂 全面转向共和党 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在特朗普的参选上 马斯克更是全力押注 既出钱又出力 而现在乾坤已定 对于护驾有功的马斯克 他将获得哪些回报 在这之前 特斯拉不受拜登政府待见 而现在很可能形势逆转 特朗普上来后 可能会减少 对电动汽车行业的补贴和税收优惠 这反而对特斯拉有利 因为特斯拉起步较早 由于规模滑效应 它的成本要比其他车企低 而特斯拉早已盈利 之前马斯克就带领地表示 很多人以为特斯拉依靠补贴生存 这对我们的很多技能对手来说 的确如此 但对特斯拉来说并不是 在自动驾驶的法规问题上 美国各州都有不同的规定 马斯克也希望扫除这障碍 对于SpaceX来说 过去也是磕磕绊绊 比如新舰发射 在美国监管部门的要求下 SpaceX要给两只海豹戴上耳机 并播放适量的音爆声 这样做是为了测试发射活动 是否让海豹感到不安 再比如 当初波音和SpaceX同时拿下 NASA的载人飞船订单 波音拿到的钱是SpaceX的两倍多 而他们的星际科学飞船 却没能把宇航员接回来 等特朗普上来后 马斯克的太空计划 至少不会像之前那样 受到层层阻碍 其实马斯克的商业版图 不只有特斯拉和SpaceX 还有社交媒体X 脑机接口公司 隧道公司 以及2023年创立的人工智能公司 路透社就指出 马斯克的商业利益 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美国政府的监管 补贴和政策 过去十年 马斯克与美国政府 签署的合同资金 就至少高达154亿美元 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马斯克要躺美国大选 这个浑水 尽管马斯克和董王 现在还处于蜜月期 但是能否顺利度过今后的思念 还不好说 毕竟他们在一些观念问题上 还有较大分歧 比如新能源产业 与其说他们持有的观念不同 倒不如说是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 美国的宣理制度就决定了 总统身后的选票 其实就是各种利益集团 这不是靠起一句话 就能改变总统决策的 而且马斯克和特朗普 都是成功的商人 两人还都比较强势 在特朗普的上一个任期内 他带领着美国不断从各大组织中退群 推翻奥巴马的多项政策 在推特上更是直言不讳 而马斯克更是一个强势的领导者 老马正常在开会时 因为不满意管理层的回答 就让其当场走人 现在马斯克对特朗普的信任期 当然是给予了很高的期望 但是爱有多深 恨疾有多深 我就希望 不管白宫内发生了什么 老马的火星计划能够继续下去 因为这是全世界都为之期待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